今天晚上要給各位小老師的功課 一人簽拿一份 好 活动组 还有各位法师 各位小老师们 大家晚上好 博弥陀佛 博弥陀佛 今天这一堂课呢 就是由莫学我 来跟大家来做这个 这一次第二十二届 儿童不提名的一对主题讲经 那现在发下去给大家的这一份呢 就是要 让大家在今天晚上这两节课的时间呢 请大家把你在这两节课当中 你所听到 或许我跟大家上课讲课的内容 或者是你在投影上面看到的 这个课程内容 请大家用做水塔礼记的方式 把它写下来 你只要听到这个 我上课的 我今天晚上这两节课呢 课程内容上了什么 或者是在投影幕上 你看到 这个出现了什么课程内容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那最后一页的下面呢 有课诺新闻报告 这个也要请各位小老师 都要写下来 因为写下来之后呢 呃 开明那一天 或者是明天 下午 再帮活动组 收起 相由我 因为呢 我要帮大家 做这个水盘笔记 今天晚上这两节课的水盘笔记 还有跟大家写 这两节课的课诺经文呢 也是 我跟大家说过来之后 我要 借由这样的方式 就是了解一下大家 当你上过了这 今天晚上这两节课之后呢 你们对这个 诶 初阶的佛法 到底有什么样的心得 有什么样的了解 当然 你们对我上课的方式 呃 要在心得上 对我有所指教 那我当然也 非常高兴 非常非常欢迎 你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给我 来给我 这个 一点意见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了 好 今天是拿课 这两个拿课 就是要讲 我们古言世 第二十二届 和吴提琳的 凝对主题交集 好 我们这一届的 这一次的凝对主题呢 叫做 文法熏修 好 为什么要讲 为什么这次我们的主题 会把设定 设定叫做 文法熏修呢 好 因为啊 去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呃 这位女生小老师 去年的应对主题是 请问是 请问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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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去年的就通通都倒流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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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祝食师父的带领下 做了三皈依 皈依的佛法圣三宝 去年用这样的一个三桥方便 就等于是引导大家 在这样的一个方便之下 皈依 皈依就等于是入了佛门 尤其我们在去年的营队 皈依了之后 我们有这个让大家领这个皈依症 去年有没有人领皈依症的 举手一下 领的皈依症 皈依症上会有你们的皈依法 那当然我们领皈依症 并不是用这个所谓强症的方式 你皈依了你就不定要你 没有 我们祝食师父很慈悲 他就说 隔天要结营之后 你想领的人你就领 你不想领这个皈依症的人 你不领不满也没关系 但是呢 刚刚在座的几位举手 那就表示呢 你们从去年开始 你们领到了这个皈依症的当下 就表示了 你们自己认同 你们自己已经正式的 入了佛门成为佛教徒 对自己 宗教信仰上有这样的认同 这样的认知 那所以呢 你们去年 在经过这样的方式 归一入门 正式成为佛教徒之后 那当然 那接下来就要更进一步的 要能够知道 要怎么样 依循着佛教的佛法 也就是佛法 也就是佛陀给我们 佛教徒 佛弟子 我们这些佛弟子 能开示 来去修 来去修行 所以呢 然后我们今年的应对主题 就设定叫做文法熏修 这里讲的文法 不是 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用笔子文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的文法呢 等一下都会讲到 为什么叫做文法 那为什么会叫做熏修 好 好 好 那 这个 要讲这个文法熏修 我依然还是 引用了这个 我们应顺导师的 他的一本著作 叫做成佛之道 第二个章节 文法去录 的这个寄送 来作用的这次 迎对的主题 以及我们这次迎对 所设计的这些 佛法课程 好 那现在呢 请大家 跟着这个 我们大家一起 跟着我 我们把这个 文法去录的寄送 一起来读送一遍 请大家 一定要出生 要出生 跟着我一起念 好 去年 可能大家 还没有进入 去年 大家可能还没有进入状况 所以变成 在念去年那个 归禁三宝的寄送的时候 变成 一开始只有十五名 可能整年 所以这次要请大家 跟着我一起念 好 来 游文知诸法 游文遮重恶 游文断无意 游文得涅寒 如气受于水 如地执于种 因离三种诗 地听善思念 病想 医药想 因众聊志想 随文如说行 佛说法如尽 去入正法者 因清净善事 正教达实性 悲悯巧未说 观得莫观思 随顺莫为逆 佛说满范行 学者应尊敬 离离三苦苦 不生长寿天 佛是生中国 根据离邪见 生死流转中 人生最难得 亦犯情情勇 三世圣诸天 难得经已得 经情修法行 末时入宝山 随手探空归 文法能发心 随机成差别 下求真上身 献乐后意乐 中发出离心 涅槃解脱乐 罪善无提心 悲至旧尽乐 依下能起善 依善能设下 随机五三亿 归籍为一大 不至于忠相 亦不弃忠相 原设向佛胜 不犯于正法 好 这就是我们 好 这个 成佛之道 这一本 定顺导师的著作 他的第二个章节 文法去路 的这一个寄寿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我们的主题叫做文法寻求 为什么这边去变成文法去路呢 其实 会 主题会这样子设计 其实是有个原因的 讲去路 你们大家肯定不懂 去路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 是用有去的去 这个去路 其实 这里讲的去路 就是 你怎么样走上 这一个鬼 修显佛法的 这个鬼套的意思 那为了要能够 让大家能够 更容易懂 更容易了解 前显易懂 所以呢 我们才把它设定文叫做 文法熏修 你要走上这个 修行佛法的这个轨道上 那当然 就是要透过自己 熏修佛法的方式来 这样大家就更容易 就更容易懂 更容易 了解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文法去路的寄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就依这个寄送呢 逐一人的大家做讲解 好 那接下来 这个 投影路上 这个 所投影出来的这个 课程内容 你们大家都可以把它做 都可以把它抄 抄袭下来 好 首先要讲文法去路 潜谈 潜谈文法去路 这个主题 这个议题 我们 唯一三宝 就等于入门成为佛教徒 也就 如同在一所学校注册 而唯一入门之后 则必须开始修行佛道 直至成佛 初学者首先 应当藉由听闻佛法 而得修行方法 依法修行 如同 我们在所注册的学校里 开始修学 种种因修的学分 这样大家有了解吗 文法去路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好像 魏一入门 就好像我们 到了一所学校 一所大学里面 注册的一样 那 接着你注册了 唯一了 在佛教这一所学校里面 注册了之后 接下来你就开始要 依照 这个学校 你所 你所 选的这个科系 相对的课程 要做种种学分的这个 这个修学 所以 文法去路 就是如同 文法熏修 熏修也就等于是 我们 在所注册的学校里 开始修学 种种因修的学分 一样 好 再来 好 国一三宝 也就是入门成为佛教头 佛弟子 好 这个呢 叫做信 为什么叫做信 因为 首先 你相信 你对佛法生三宝 你对佛祖 对佛陀 我本身心里就有相当的详细 就好像 你要在这一所大学里面 你要去这一所大学注册 你要读这一所大学 你是不是 首先 都会 要开始进入这一所大学 来这一所大学注册之前 你是不是 都会多少 会去搜寻 跟这个大学相关的一些资讯啊 这个大学校长到底是怎么样啊 这个大学有哪些科系啊 这个大学里有哪些课程啊 有哪些老师啊 有哪些教授啊 有哪些教授啊 那 那你觉得 这个大学 它的这个 教育的这个 这个水准 非常不错 非常好 那这个 你当下 这就是你当下 对这一所大学 你心里的一种什么 一种相信人 对不对 那我们要归依三宝入门成佛弟子 也就是要 也当然也就是 要能够先有这样的基础 首先 你对佛法生三宝 你对佛教本身 再从你旁人的听闻 从你的亲朋好友当中 或者是你的同侪当中 得到了 对佛教 有多好 有多好的这些资讯之后 你觉得 它是可以成为我心理上的依托 那这就是 你当下 你对佛 对佛教的一种 相信的 好 再来 你相信之后 你做了这个 唯一入门的 这一个 这一个 手续之后 那当然 接下来你开始 就像我们刚刚的这段比喻 开始在大学里面 在这个佛教这个学校里面 这个大学里面 开始 文法 开始修行的 开始 开始修学种种 佛法的这些 这些 学分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明了佛道的 明了修行佛道的方向方法 这个就是 起 你们在学校里面上课 听导师在跟你们 讲课 当下就是什么 就是在 你们自己在起 对于你所选修的这一个科系 这个课程的知识 你当下就是能在起 了解 了解 那当然 就是一种学习 好 文法 就是 那再来呢 开始修行 这个就是行 开始实行 实践 这个 你从 听闻佛法 之后 你所得到的方法 你开始 去把它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待人处事之中 你把它实行出来 实践出来 这就是行 好 再来 最后的目标 达到的开悟 正我 成佛 这个就是正 就是你 对于你所修行的这个佛法 到最后 你持之以恒不断的去 修学 如理如法的去修学 到最后 而自己的正悟 这就是正 所以我们修行佛法 最基本的四大基础 就是这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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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就是这样子 有次第的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 去 达成这个目标 就是 能够达到 让你自己 能够开悟 正我 成佛 那之前的目标 当然就是 第一个你要对佛教 佛法三三法 你要 心论 心里面要心论 硬直度的相信 再来呢 皈依了正式入门之后 当然你就要 开始 文法 要去 聊 就用文法 来去了解 进一步的了解 诶 佛法三三法 到底是什么 佛法教我们的法 到底是在教 到底是在教什么 那再来呢 当你都了解了之后 再来你开始 在日常生活中 你去修 你去洗 最后呢 在你自己 持之以恒的这样子 不断的修行 修行 没有一丝一毫 心里的懈怠 那当然最后 就能够达到 开悟正魂成功 就像 初战大雄皇帝上面 这一座佛童一样 好 好 好 那跟大家 讲一个 我遇过的例子 你们会想 这样 听我这样子讲解到现在 你们有没有想过 诶 那我 我不会 诶 诶 我不会 我跟佛教结合缘 也比较好 我不一定要 要来修 修行佛教的 这些佛法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在座有效是点头的 诶 表示你肯定 没错 我就遇过有这样的人 我在台北 我自己 大家都知道 我有在演歌仔戏 我在台北 在学习歌仔戏 然后自己在台北 就是有 招募组成一个 这种都在演绎着佛教故事 佛教戏剧的这个歌仔戏剧团 好 那我们剧团 现在 等于是帮忙我 名义上的副团长 他是一位 诶 但六十几岁的 胡巴桑 好 但是 不要 不要想说他是胡巴桑 但是他 他也是 这个 一所私立 私立学校的这个 老师 而且还是马术老师 我专门在教小朋友骑马的 他就认识我了之后 有一次就跟我聊天 他就跟我说 师父 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有去法谷山回忆过 但是问题 但是我从回忆了之后到现在 我完全都没有去跟着你们 去参加法会 去寺庙 去跟着你们熟记拜佛什么的 我完全都没有 所以呢 他就跟我讲说 那 我就等于是说 我就是只是在佛教这个学校里注册 我没有去修这些 这个学校里该修的学分 那其实这样子 行不行 其实 当然来 来探讨我去讲的 其实这样子 当然是比较不行 因为为什么 你等于是你在 你在 你的这个 个人的这个修为上 那其实佛法 是借由佛陀开寿的教法 让我们来去修 让我们 我们自己的修为 我们自己的人格 能够更提升 那你如果 皈依了 注册之后 你没有去修 完全都没有去修 那你当然 你自己的人格 就被他们所提升 那 当然 佛法其实更重要讲的就是 在教我们 如何断除我们 每一个人自己的烦恼 那如果你都没有 你有实际的 来跟着 来修学的话 那当然 你就 没有方法 知道怎么样 能够断除自己的防满 达到自己身心灵上的情境 好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这次的领队主题 才会 才会把设定我们 叫做文法修路修 好 更进一步的 带你来参加 领队的塑小老师 小比赛 能够更进一步的 诶 这个 接触到我们 佛法 一步一步的 开始深入佛法 接触佛法 就是我们 办这个领队 这次办这个领队 这样的原因 好 再来我们要讲 文法修路 的这个重点 就是我 把这个刚刚益顺老师的 这个寄送给它 做重点 好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文法 叫做解门 然后信解行政 好 第二个 叫做解 就是解门 解这个门呢 好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我们 要能够从何处文法 从我们到底要 要从 能够从什么地方文法呢 好 第二个 文法利益 文法之后 文法能够让我们 得到什么利益 好 再第三个 就是你在文法的时候 你的态度 应该是如何 好 文法是解门 然后再来就是要讲 去路 去路 就是所谓的开始 开始在你日常生活中 去修行 去熏修 这就是去路的意思 那去路呢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去路佛法的方法 就是要清净善事 只有藉由我们来清净善知识 这样的方法 来去着手 这里讲的善事 就是善知识 什么叫善知识呢 这个等一下 你会做讲解 善知识就是 在我们广泛的来解说的话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引导我们 这个 引导我们 这个修善 引导我们走上正途的人 都叫善知识 不管是你的老师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你的家人也好 只要能够帮助你 引导你在日常生活上 点点滴滴中 走上正途的人 都叫善知识 而不是 带领你 误入走路歧途的人 不会带领你 误入歧途的人 那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恶知识 好 那再来呢 去路的第二个 要讲的就是条件 你要去路佛法 去路正法 有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 就是要能够 离妈那那 第二个要得人生 这个等一下也会做讲解 那再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去路正法之后 我们开始 这个一步一步的修学佛法 修行佛道之后 能够达到怎么样的目标 大概就是 冷天俯过 再来是小圣圣佛 圣佛提过 帮你们写一下我喝口水 再来是个温暗 当然 等我 吃了 cut 我可以继续 可以让我继续下去吗 好 感谢你们大家 好 好 再来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文法 简文一 从何处文法 大家想一下 我们要能够 听闻佛法 到底我们能够从哪里来听闻佛法 要从哪里来知道佛法到底是什么 来大家想一下 从哪里文法 可以借有哪些方式 经典 还有吗 问师傅 问师傅 还有吗 来 请说 他说 这个小孩说是什么 关系 关心 关心 关约我们自己的心 是这样吗 自省 自省 如果说是自省的话 通常你完全没有基础 那要靠自己自省那不太可能 好 跟大家解答吧 佛法可从三处闻得 第一个从佛闻法 第二个从佛弟子闻法 什么是从佛闻法呢 这个条件当然就是 必须是佛佛真正注视在我们这个人间的时代 大家应该都知道释迦摩尼佛法 大家都知道他的事迹吧 印度的一个王子西达多太子 捨弃了将来他可以继承的王位 移开了王宫 抛下了他的妻儿 到印度的山林里面去修行 经过了多年的这个苦修之后 在这个菩提树下正午成佛 接着他开始在这个人世间弘化 度化重生 这个这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人民 很多的老百姓 诶 都来跟佛 跟世相同佛 这个修行 这个就是能重佛文法 要能够重佛文法 当然就是像这个图片一样 一个人很恭敬的 常会在佛陀的面前 佛陀在跟他开示 这个佛陀在跟他开示 他会在佛陀面前 很专心的听受 领受这个佛法 那当然要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当然就是 必须要有佛陀注释在我们这个人间 才可以 那现在 现在有佛陀吗 几空间有佛陀吗 没有 你们来到的佛寺 看到的是佛像 既有佛像 让我们恭敬、鼎礼、摩拜 表示我们后世的这些佛门弟子 然后内心 对佛陀的一种缅怀 是这样 我们礼拜佛像 礼拜佛菩萨身体 是这样 其实正确的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对佛陀 对这种菩萨的一种缅怀 那第二个就是从佛定止文法 这个就是 可以讲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 现在没有佛陀注释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那我们想要 想要能够听闻佛法 想要能够让自己解脱烦恼 可是没有佛陀在这个世间上 叫好我们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得度呢 我可以从佛弟子文法 什么是佛弟子呢 当然就是高僧大德了 再来就是善知识 好 再来第三个 美纲 有位同学讲到的 从经典文法 自己去阅读佛经 从经典里面 找到能够让自己解惑的答案 自己阅读经典这也是一种文法 好 可是呢 你要能够 自己要能够阅读经典 能够对经典里 智力行经的这个佛法意涵 你要能够看着 那当然 你本身就要必须要佛法的基础 一定要很扎实才可以 好 如果平凡的路 拿一本经典给你看 给你们大家看 你们大家肯定是看不懂的 好 就拿我们早课 早晚课念的佛说巴巴的 决经跟信经来讲就好了 其实 你们大家肯定都不懂 这两部经 到底它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好 你们大家肯定都不懂 好 好 所以呢 要能够自己继由 读诵经典 阅读经典 来文法 那当然 你本身的佛法的基础 一定要很扎实才可以 不然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老师也是没办法 好 再来第二个要讲的就是 多文正法的利益 就是这个 一开始的寄送里面讲到的 有文知诸法 有文遮重恶 有文冠无益 有文得虐 尼寒 能 藉由文法 能让我们分别 善法 恶法 然后呢 接着又能 让我们能够知道 什么是善法 什么是恶法之后 你能够 很努力的 积极善法 然后 神器恶法 积极善法 那当然 自己的功德 自己的道恨 就会 既有你自己 你自己不断努力的 去积极 去修极这些善法当中 而得到这个联机 好 看这个图片 就更能够了解了 如何 既有文法 能够让我们分别 什么是善法 什么是恶法 在日常生活中 哪些事情 诶 是善法 哪些事情 是恶法 吃喝飘毒 那当然是恶法 好 我当个学生 诶 我吃喝飘毒 那当然就是恶法 那我当个学生 诶 我尽好我当学生的本分 我在学校里 努力学习 我在学校里 尊师重道 我在学校里 我跟我的同学朋友们 大家 都很团结 同学们 大家自己的关系 都非常点好 诶 这就是 这也可以说 你就是在修极这样的善法 这样讲应该很 就比较日常生活化 好 再来 能够 帮助我们 遮之重恶 什么叫遮之重恶 就是 防止我们 既有文法 诶 我们知道 什么是善法 什么是恶法 我们自己 会去做这样的分别 分别之后 那就能够帮助我们 诶 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提醒我们 诶 这件事情 是坏事 不能去做 自己 提醒我们 自己的 心里的力量 防止我们 去造作恶业的意思 所以这里才是 所以这里才会讲 遮之重恶 舍生与之恶行 尽而舍内心之恶念 好 这就是讲我们的心 心里面的恶念 你自有听闻 听闻佛法之后 既有 你听闻 有文字出法了之后 有文字中恶之后 那再来 那当然你的心就 能够 时时刻刻地 写自己怎么样呢 让自己的心念 已生的恶念 已经在你心里生起的恶念 能够赶快 快速的出命 那还没生的恶念 你不生 这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心里的 力量 时时刻刻 在日常中中 提醒我们自己 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譬如说你们 如果在学校里 还是在那里 男生 看到女生 这个女生 不错哦 正点哦 我要去把她 其实 这就是一种不正经的 念头 那当然 这就是恶念 哦 那你既然 你今天懂了这个佛法之后 诶 你下次 再看到很正典的女生 诶 那你 当你那个 诶 我想要去 把她一下这个念头 伸起来的时候 你马上 接着就会提醒自己 诶不可以 我已经是佛弟者 你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这个念头 哦 这个就是你自己能够达到 哦 以身的恶念 能够让自己 哦 赶快 赶快除灭了这个领事 哦 哦 那 卫生的恶念 得很力不深哦 哦 因为你不断的就 这样的心理的这个力量 一直不断的在督促自己 提醒自己 那当然 你既有长领累月 你的心都一直把它保持 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间 那当然 你就 其他的 恶念 你当然 自然而然就 不会在 比较不会在 哦 这个无形之中 又生起来的 你现在看到 这个同学 这个好东西 我去把他跳来 哦 就类似这样子 就当然就比较不会在 好 尤文 这里要讲的就是 尤文断无意 就是能断种种无意意识 神文叫种种无意意识呢 就是 尼戒进取戒 跟苦行 这里跟大家讲解一下 神文叫做 苦行 大家知道吧 苦行 大家知道吧 只要有老 只要有老 能够让自己得到折磨的 这种 身体 或是心灵上得到折磨的 这种修行方式 这个就叫做苦行 有没有这种修行人 有没有这种修行人 记住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怎么样 就是把手举起来都一直放下来 把手举起来都一直放下来 都一直放下来 没错 没错 何必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好 可是偏偏 就是有的人 他就坚持要这样子做 他觉得这样子的修行才能让我 让我的这个修行的成果能够更快速 更快速达到我想达到的这个目标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解我的 戒禁曲 戒禁曲其实这三个字 它是一个我们佛学里面的一个词汇 那什么叫做戒禁曲呢 就是 根本就不具任何意义的这种戒律 你去规范 但是你却偏偏你却还是 要坚持来去持守他 这个就叫做戒禁曲 那什么叫做戒禁曲 戒呢 戒禁曲其实它是一种 在我们行为上的 行为上对于 根本就不具任何意义 你去持守也不会有任何功德的戒律 你却还要坚持去持守 这是我们外在行为上的 那戒禁曲戒的就是我们内心 心理上的一个认知 一种见解 你觉得我就是要做这样子的 遵守这样的戒律 这样我才能够得到怎么样 才能够得到我该得的功德等等的 但其实根本不具任何意义 也就算你努力遵守了百千年 也不会真的得到伤功德 这个叫做戒禁曲跟戒禁曲戒 它两个是不同的意思 那第一呢就是 我们藉由听闻的佛法 佛法当然绝对就是正法 藉由听闻佛法之后 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些戒禁曲 跟戒禁曲戒 它有苦行 这些迹象是取利的啊 苦行 当地 就是一种苦行啊 是不是 拿着这个什么 这个道教啊 抄国宝 是不是 就是 让自己啊 全身都油碗鲜血 哦 这样子显到这个 这个神明啊 在这个基统的身上 哦 显了神迹啊 但是 我 藉由这个 这个抄罗 身体 即使弄得全身 片身都是血 但是我还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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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的神迹啊 神通宝大 但其实 以真正佛法来看 来看待这种修行 当然就是一种没意义的苦行 佛佛他绝对不会教我们 用这样的方式折磨自己 那收金 有些有没有人去收过金本 有啊 这块你有啊 感觉怎么样 感觉他在骗 他感觉他在骗了 可是偏偏有的人反而就会很早就这样 像我自己在台北的金色 我金色里就有诗集 他本身对佛法 并没有说那麽的 十分的相信 他有的时候他就还是会 会去他认识的 把这个什么 这个小宫廟啊 去 干什么事情啊 干什么来去想 他就觉得 他每次来 来到我 台北的金色都跟我说 师傅我每次觉得 我的心很疼的 我心里都很疼的 我心里都很疼的 不疼的 所以我就 常常去想 去想 去想之后 我就觉得 我自己的心 比较均定 比较均定 诶 我 突然讲台语 你刚听得懂吗 懂啊 那比方说 我台语还 还不错 那所以其实 其实根本就没必要了 你自己心里 会烦会脏 那当然怎么样 你自己要有方法去调试 而不是藉由收金 或者是去干什么事情 这种外定 来安定自己的心 其实靠外力 当然 短时间内有形容 有一定的成效 但是 并不是永恒的 好 好 囚签 这些其实在魔法来看 都是 无意义的事情 囚签其实讲的是什么 就是 要问我们个人自己的命运 对不对 好 有没有人去求过欠人 有 有 这位同学 你没有去求过欠 对不对 没有 好 那不错 蛮单纯的 我说的是 哈哈 我说的是 他 他的这个 在接触宗教的这个范围 可能 可以说是蛮单纯的 有些人 接触宗教就反而接触很复杂 不是说 不是说他 他的心得多单纯 当然 要说你们单纯当然不可能 知道吗 你们都是在社会上 都是在社会上 在校园里面的 哪有可能说 能够多单纯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进来参加这领队的时候 你们 就在这八点的领队当中 一点一滴的 来薰习佛华之后 那当然 你们 出去了 离开了古人事之后 到外面 你们当然 就 比较不会怎么样 比较不会去造成恶业 比较不会去做坏事 那当然 自然能够成为一个 在学校里 你会成为一个好学生 将来出社会 你会成为一个 好国民 好公民 好 再来 这个第四点要讲的 就是 能 由文得灭来 只有文法 能得灭来 几乎进屋成佛道 就像这一尊佛 释迦牟尼佛一样 好 这个图片是 一个讲释迦牟尼佛的电影 这个 这里这个图片的佛佛是 人员 人员的 但是我看了装品 就把它抓下来 好 那大家看一下 好 好 再来呢 第三个要讲的就是 文法的态度 首先呢 要讲的就是 文法的时候 错过的态度 就是一种 卧失 如气受与水 这个刚才在寄送里面 我们都有读到 什么叫做 如气受与水呢 这里要讲的 就是水汽山域 水汽山域 用可以装水的器皿 来做三种比喻 大家 要进来一月之前 我们的活动主 朱大哥 所以我们的老师 是不是说 你只能提醒大家 把自己心里的 那一杯水倒干净 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可是刚刚几口怎么会说 怎么会说你水倒干净 好 其实就是 但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比喻 用 把自己的内心的比喻 成一个庄全的器皿 然后用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比喻呢 来做三种的比喻 一欲就是第一种比喻 这个地方 器皿道护 为什么要讲器皿道护 这个意思是什么 一个器皿 把它倒盖过来 大家知道这个 这样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吗 蛤 哎 又讲到重点了 不接受 那为什么不接受 就是 你在听法的时候 你在听法的时候 你不注意 不专心 那当然 即使听了也等于没听吗 如同心这个器皿道干 无法真正的撞入 清净的把手 就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 我今天晚上来给你们上个 我要用一些 这个随行笔记 用的就是也希望 大家能够专心 能够专心专注的 听我上课 听我上课 这样子 好 好 再来水气三欲的第二欲 第二个 第二批欲 就是器皿有慧之毒素 好 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自己内心 已经有了沉见 有了怀疑 有了邪知 好 如同心这个器皿 这个器皿内 已装有 沉见 疑惑 邪知的 慧之毒素 那当然清净伐 那当然清净伐水 也就无妨撞入了 你有种种的疑问 以及你对佛法 本身就有种种的沉见 种种的偏见 那当然就如同 你心这个器皿一样 已经都已经 早就都已经装满了 这些慧之毒素了 那当然清净的伐水 佛法就如同清净的发现 那就没办法再装进 你心这个器皿里面 好 好 再来 水汽三语的第三个辟语 叫做器皿有裂缝 什么是器皿有裂缝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杯子 画红圈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条裂缝 然后水就这样从裂缝里面 流出来的那样 这样的比喻 这样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比喻就是说 我们内心散乱健忘 如心器皿有裂缝 清净的伐水 即使装入了 亦有裂缝中漏湿人 就是说你即使来听闻佛法 但是你自己内心 在听法的当下的内心 并没有很专一 你心里还是很散乱的 或者是说你听闻佛法之后 你并没有真正好好的把你所听闻的佛法 遵迹在你的心里面 反而这一堂客厅呢 你像出了这个电门 你就忘了 那当然就是如同心这个器皿 有了裂缝一样 清净的伐水 即使装入了 佛法即使让你听了 在开上 讲开示的法式即使讲的口莫很非 但是你出了这个闻你就忘记了 那当然也是没有用的 用装水的器皿 来比喻我们自己的内心 的三种比喻 再来 刚刚讲如气受于水 那现在要讲如定知于种 这个就是讲种植山域 我们先看第一个理议 我现在讲的都是文法的实体 你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一种错误的态度 就是一种卧师 用装水的器皿 跟种植来做比喻 种植山域的比喻 如种植落在沙石上 不易领受 不住 这就是什么呢 不注意 你自己的心在听法当下 不注意领受 那当然 就如同种植 落在沙石上 那落在沙石上 不是落在肥沃的土壤点 那当然 就无法发几波心芽 菩提心芽 就像这个土 总之 如果落在沙石上 就不等于 以后会发芽 结果开花结果 好 好 再来 种植域的第二个批域 种植落在今万丛生的土内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虽然 你的心虽然领受了佛法 但是呢 你还是 与你自己的杂兰心 就是你的种种烦恼 妄想 香杂的话 也容易枯萎 就像种植 落在今万丛生的这个土地上 没有真正的 是落在 种入这个土壤里面 是落在这个荆棘上 那当然 当然就怎么样呢 种植也会枯萎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虽然领受了 但是呢 还是 还是 与你自己的杂兰 妄想 烦恼 相杂而好 那你的这个种子呢 你这个佛的这个种 佛法的种子呢 当然 也就容易枯萎的 那当然 佛法在你心中 自然呢 请不了什么多大的作用 好 再来 种植域的第三个比喻 就是种子 种子没有伸长在土内 这个比喻就是说 你心虽然很清净啊 但是 你容易健忘 心虽清净 但健忘 不易结果 好 就像这个佛法的种子 好 如果 没有伸长在土内 所以我用这个符号 不等于 没有伸长在土内 当然 你就不会 开花结果 好 因为表示什么 你还是容易健忘 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呢 我们就有 水器 庄权的器 你的三种比喻 跟 过种子的三种比喻 来比喻我们 听 听闻佛法的错误的态度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 要能够怎么样 要我们能够离去这些 听法的时候的这些错误态度 要能够离去这些过失 所以接下来才会讲 因离三种诗 定听三诗念 就是 水器三欲 种植三欲的种极 就是要说呢 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要能够专注 还要能够 对佛法呢 要能够有十分的信念 然后 对佛法 还要有超级的基因 其实 师父我讲的这些道理 其实你们在你们学校里面 你们在学习上 也是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才是 我在读玄奘大学的时候 新宿玄奘大学 看到现在大学生 因为我在玄奘大学里面 我也是十丁人 学生 看到现在的大学生 教授在台上讲课 然后大学生 就是在台下滑小鸡 然后就是 早上还是吃早餐 那不然就是直接趴在座上睡觉 其实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态度 即使你 因为 既然这个大学里面读书 你的学费是靠你自己打光白的 我觉得也不要这样打光钱吧 好 对不对 自己辛辛苦苦去打光赚的钱 进过房子 是来学校的 来学校的睡觉 那反而根本 你学习不到什么关系 所以为什么 才会 现在教育家讲说 现在台湾的教育才会 这么的 越来越过 越来越过 其实当然都是我们 每个大学生的人 自己造成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里就是讲的 因此文法而求有意义 那就必须要离去这三种过失 就是不能够 在听法的当下 不能够不专心不专注 然后再来呢 你对法 你要有十分的信念 不能够有怀疑 然后再来呢 不要健忘 不要听了就忘 必须要有超强的记忆力 要离去这场过失 好好地听闻思维力点才能 好 正确的 正确的态度 就是接下来讲的祭宋 病想医药想 因众疗志想 随闻如说行 佛说法无尽 病欲 用生病来做病欲 这个在大制度论 这部佛教的论点里面 讲到 大制度论 第二十二卷里面讲到 佛如医王 法如良药 生如沾病人 戒如服药禁忌 这就是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佛法生戒 这个叫做四不坏性 佛法生 这个叫做三宝 那佛法生 又加上戒律 就是戒律 佛门的戒律 这个就叫做四坏性 为什么要用生病来做领域呢 为什么用生病来领域正确的文法态度呢 接下来就是正要讲的 病想 医药想 病想 就是要当作 就是要 当作 确认我们自己 从过去 无始以来 最有严重的生病 什么叫生病呢 就是 老病死 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一定会老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 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认知 还是你觉得 反正我永远年轻 那是不可能的 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认知 我 这个 只要自己 一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那我就一定会生病 那也变成多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有一天一定会死 大家觉得死是怎么样的死 年纪到这么老了 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死了 是这样吗 诶 意外 对啊 年轻轻轻发生意外 现在在新闻上 几乎都看得到这样的新闻 出了车祸 一个意外 然后就死了 这就是我们 凡夫众生啊 从无始以来 本身就具有的 严重的生病 就是老病死 然后还有呢 跟这个 心病 就是贪嗔痴 有生病跟心病 残到 好 那既然你自己 诶 你对自己身心灵的病 你有这样的认知之后 诶 那当然你就要能够 怎么样啊 要能够 自己要能够 找到方法 找到好的医生 找到好的人 来来来 帮你医治啊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讲的 医想 确信佛 或佛弟子 就是说法的法师 能为治重病的良医 治疗我们 心灵上的病 好 那我们助持师父 也坐一下 一个小品车 好 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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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持师父接下来 跟大家上课 对 让我们做一下 一个小品车 嗯 嗯 好 轻松一下 好 那你自己 身心灵的病 你有这样的认知之后 再来呢 你又懂得如何去 寻求好的良医之后 那当然 就是你要找 得到好的药啊 好 所以接下来讲的就是 药下 就是 要不够相信 佛 以及佛弟子 所开示的法药 好 佛陀 或者是法师 好 才跟你的开示 说法 或者是靠你自己 好 去读诵经典 去阅读经典 这个就是你自己 从这样的当中 听文跟 阅读经典 所得到的法药 来救度你自己 最后 因重疗志向 就是 我们得到这些 法药之后呢 我们要能够 精进修行 也就如同 明求福法药 好 好 刚刚讲的 病欲 现在要讲禁欲 用禁止来做病欲 就是怎么样呢 你听文的 佛法之后呢 你要知道 要如何反省自己 诶 刚刚师父开示的 诶 反省向自己 我过去 一直到现在 有没有 种种的过失 有没有 修到种种的功德 好 如人自造进 好丑身心气 如有过失 如果你自己反省之后 诶 觉得 诶 我自己过去 好像曾经 有犯过哪些过失 在日常生活上 有犯过哪些过失 那应当要 才会参与 来远离这个过失 以后不再犯 好 如果呢 想到 自己从过去到现在 都没有修到什么功德 如无功德 那就应当要鼓励的去修行 好 再来就是要讲去路 就是熏修 能去路佛道的方法 欲路圣流 这个就是正路圣道 所必备的四大条件 好 第一个就是要清净善事 就是清净良师益友 好 需具足正见的正行 这个就是能够当成为你良师益友的人 他当你自己本身就必须要具足正确的之见 跟正确的行为 好 如果这个人本身是邪知邪见 邪行 那当然他就不能够成为你的三知识 那凡是你如果要跟他在一起的话 那他就是你的二知识 只会带来在你堕落你 好 其实今天下午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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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像在第二关第三关 有涉及这个所谓法师乱路的这个游戏 其实 这个游戏它真正的要传达的意义目的 就是要让你们大家还有小学上 能够知道清净善知识的重要 好 好 再第二个 就是要听闻证 听闻证法 从良师益友来学法 第三个 要如理作义 你听闻了佛法之后 你自己要知道 你自己要会去思维 要会去意念 你如果会去思维意念 你就不会犯刚刚 这个 水汽谕跟种植谕讲的 那三种故事的其中一种 好 再来 第四个 法水法行 什么叫法水法行呢 就是尊行正道 以达至涅槃 其实这里讲的 这里讲的这个 其实在佛法里讲的涅槃 涅槃 你们大家对涅槃的解释是什么 盘子 涅槃怎么能是盘子 成佛 这样解释 应对 其实涅槃就是 就是解脱的意思 那有的人会一听到涅槃 就有的时候 涅槃就是某位战老 他 瞧辫子的 当然 我这讲起来有个 要跟你们 当然出示起来有个 有点麻烦 有机会再给你们解释 为什么 有些长老 老和尚 往生 会把它叫做涅槃 但是其实真正 在佛法里讲的涅槃 所讲的涅槃 不是那样的意思 他是一种 他的意思就是 一种已经修到了 能够解脱自己烦恼 解脱 让自己脱离六道人为的 一种境界 是这样的意思 很前线的来讲 是这样子 好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能屈辱佛法的方法 就是要清净善事 首先要讲善知识的条件 你要成为人家的善知识 你自己本身 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第一个 要有正德 就是戒定慧三群成就 戒 就是这个人 他本身 持守戒律很经典 从来都不犯戒律 都不违反戒律 那第二个呢 他本身 他的禅定功夫 非常非常高深 再第三个 就是他的智慧 也很高 这个就是戒定慧三群成就 我现在讲的 其实都是很浅显的来解释 当然 这戒定慧三群成就 当然真正要去论述去解释前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只有这样子的 好 再来呢 还要有教德 还要能够深入精湛 多闻成就 并且能够开始引导徐宗 好 那可能要写的人写一下 好 再来呢 下一个季颂讲的就是 正教达实性 悲悯巧未缩 好 第一个 达实性 这里讲的达实性 实性就是正法 由文师教领通达正法 或由宪政会通达正法 好 这好像解释有点难 算了 这也不解释了 好 好 再来他又能够具卑敏心 就是 他不为他自己的明文力量 不为他自己的利益 好 能够清静的 为了利益 广大的众生和说谎 好 他只为了众生 不为自己的利益 什么叫不为自己的利益呢 就是 就是说 我今天白天里面讲开始 我们要如何如何 多丰厚的共养我 好 这就是 就是 你如果只想到这一点 那就是你只为自己的利益 然后 来为众生说谎 那当然 这就不是一个亲近的行为 那当然 反过来讲 你如果不为这些利益 你就是很 反而是自己很尽心尽力的 好 就是只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说谎 那当然就是 比较圣子 比较圣子自己是有具备悲能心的 好 再第三个是巧畏缩 就是他自己 这个善知识的 他自己本身成就变财 好 能够 这个契机 方便善巧的 为一种说法 好 这就是要成为一个善知识 等生命具备的条件 好 凡夫为离烦恼出一世间 多所度脱 多所劳力 好 这意思就是说呢 比如说这位主 好我们 举个例好了 好 举个假设好了 这位出家师父呢 他其实他 并不是什么 这个修得有多好 他还是一个凡夫 好 但是呢 好 这里就是讲的 为离烦恼 好 但是呢 他能够怎么样呢 在这个世间上能够 多所度脱 多所劳力 就是 他能够 自己也能够很努力 让自己的修行能够精进 然后呢 又能够 更精进的 去利益众生 这个其实也可以是一种善知识 总 总而言之就是 只为众生不为自己 即使他是凡夫 那他 他也可以是一个好的善知识 那再定了就是 本虚佛还 师佛还我 第三个 德阿那汗 第四个 德阿汗 好 能驱入佛道的方法 清净善事 接下来这里要讲的就是 清净善知识 我们要亲近善知识的态度 我们对善知识的态度 就是要怎么样呢 观得莫观思 什么叫观得莫观思呢 就是 不是为了寻求施展的过失 而是想学习施展的长处 能当门的老师 那可是他也还是人 他不可能思全思美 什么事都 都能够做得百分之百的好 他也是会有 会有舒适的时候 那但是呢 我们身为人家的学生 我们最近应该怎么样呢 只看师长的长处 而不是终于在挑 这个老师的毛病 所以啊 你们对于出家师傅 你应当是要有这样的态度 在学校对你们的老师 也应当是要有这样的态度 如果你们哪一天 看到我拿了一支非常年贵的手机 你们对我会是怎么样的态度 怎么样的观感 到底是因为这么有钱 出家人怎么能 可以那么有钱 买这么好的手机 我都买不起 你如果是这样的态度 来看待一个出家人的话 那你就没有做到 官得莫官失了 今天一个出家师傅 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好的手机 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好 大家挺不同意我这样的说法 好 他没事自己花那么多钱 去买这么好的手机干嘛 对不对 好 好 如果你们用这样的态度 这个师傅怎么拿那么好的手机 好 我都没钱买的钱 那师傅 一个修行的师傅竟然还买的钱 好 现在师傅是怎么样 如果有这样的态度 那当然 就是不好的一种态度 好 就是你只是在看师傅的过失 师傅的毛病 专装的毛病 只看人懂错 不看人差错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 好 除了要观对于善知识 对于你的师傅 要能够观得莫官失之外 还要能够怎么样的 随顺莫为你 什么叫随顺莫为你 好 就是要尊师重道 要随顺师傅的意志 使师傅关心 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尊师重道 随顺师傅的意志 然后最后能够使师傅关心呢 第一个 要随力 随自己的能力 随自己的力量 对师傅做种种的供养 好 再第二个 要为师长扶劳务 好 第三个 要依师长的开导教授去修行 好 这里一个括号讲到 如果师长要你做种种非法事 那是不应该说实的 应该完整的说明 不能奉行的意思 好 当然有没有可能有这种师长 也许可能 百分之十 会遇到 几率其实不大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 好 但是你 但是呢 你今天如果遇到 你的老师是这样的情形 欸 那你当然就要拒绝啊 你当然就不能 不能这时候还要随顺莫为你 你还要老师叫你做什么 你就还要照做啊 好 做了你反而是犯法的事情 那怎么行呢 好 对不对 欸好像有看过 新闻好像有报道过这样的事情 社会上好像有不可能有这样 新闻报道过这样的事情 是吧 这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例子 好 在第二大点讲到的就是 莫违逆施命 也就是说呢 即使师长对你有所苛责 也不可以 你自己的也不可以生情恨情 会党情 不可以 就是说 老师骂你 不可以反而生老师的气 不可以这样子 老师会骂你 也许他就是看到你做 做错事情的 他为了你好 纠正你 严谨你 所以呢你不可以 反而还对师长生气 生老师的气 好 再来 这里就是 接下来的经上我们讲到 佛说满泛行 学者应尊敬 这里讲到的就是 我们亲近善知识的功德 善知识者即是满泛行之人 由善知识引导 而成就 无上正人正军 无上正人正军 就是成佛的境界 好 就是像这一尊佛佛一样 好 那你要能够 让自己能够有一天 有朝一日能够打到这样的境 修到这样的境界呢 那当然 就是要依善知识的引导 好 那能够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成为别人的良心 那他当然就是一个具备满泛行之人 好 接下来这里的解释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操栏 不用写下来 这个大家跟着看就好 因为这个满楼敞的 善知识不必限于功德圆满的佛 虽善知识有可能是佛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人 或许可以进一步说 从发心到了脱生死 善知识不必限于同一个人 有的人呢 虽然未功德圆满 虽然还没修到功德圆满 可是呢 他却能引导我们 发心来修学佛法 那有的人呢 他自己有修正 有修然后又有证悟 又有所证悟 然后又能指导其他的修行者 断惑正证 就是断除 指导其他的修行者 如何断除烦恼 如何紧脱六道生死灵灰 那这些人呢 都不妨可以称之为善知识 为什么善知识是满泛行呢 这个从经典还有这个 这个 律障的景说 由于善知识 由于清净善知识不再造恶 尽修种善 更尽不得自己能够去修种种的善行 乃至脱离生死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 善知识是满泛行 并非说 已经修到具足圆满的泛行的人 才可以称之为善知识吗 不是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清净善知识 你自己清净善知识 然后你自己不再造恶 反而能够更精进的去修学种种的善行 到最后 能够让自己脱离生死 所以当然善知识就是满泛行的 再来的注解 这个大概要看就好 不用抄 应圣导师 应圣导师 应圣导师就成佛之道 真助门 有关清净善知识 清净善知识 清净善行 是否已经完成了问题解说 重要点无限 一 一般说的善行就是清净行 清净的行为 特别是不懒爱欲的行为 大家知道什么叫不懒爱欲吗 不准有感情 不能有感情 对 当然就是不能够有感情 而且这感情的是 男女情爱的这种私情 那当然了 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发生 这个不用我们再讲 再讲下去 就会太多了 特别是 这就是这里讲到 就是特别是不懒爱欲的行为 出家人的持不宁静 虽然有的尚未得到禅令 还没有完全断愈 断除自己的欲望 还没有完全修到断除自己的欲望 出家人 只要不犯淫戒 也是修犯行 这当然就是如此 那再第二个 杂世 这个杂世 我用书名号标起来 这个也是一部佛教的论点 它叫做杂世 是属于戒律 他这一部论点是属于戒律 重在行为 强调 与善知识共诸 而 今 杂世是属于戒律 重在行为 强调与善知识共诸 而今是重在 从善知识听闻法义 二者稍稍更好 有些 有些今从善知识这边来含 我就是认识导师自己 而重点则是从契进善知识这边来含 这个我自己看不懂 没关系 这我自己再去研究 我们 后年的营队等我研究出来之后 再来跟大家谈论 这个就是 应顺导师 一个很有修为的老和尚 他写了很多本书 有非常多的著作 好 再来第三个 善知识 不应该局限于佛 凡能引导我们走上正道 能帮助我们增长界定灰 都可以称之为善知识 在第四个导师 就是应顺导师 在《成佛之道》 这个书里面说到 清静善知识 可说圆满的清静善行已经完成 其意思当然 比如说一清静善知识 自己所有的清静善行 就统统完成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吗 意思是说 清静的善知识 一直在善知识的熏陶引导指导之下 自己有在造恶 不在自己身心灵上 自己的行为上 内心里面不再有种种的难污 就可以说是清静了 这样一直修行下去 虽然还没有成就 也可以说 早晚会圆满成就的 这里现在老师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比喻 比喻就是说 就像一个人从高楼摔下来 虽然 他还在半空中 还没有真正摔到地 摔死在地上 还没死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说 他是人已经死了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领域的清静善知识 而达到 而达到这个圆满的清静方形 这样的意思 所以在成佛之道 叫家人可说这个人之 因为说清静善知识的当下 圆满的清静方形 就统统已经完成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好 再来 得温正法之条件 就是 黎巴难得个人生 什么是黎巴难得个人生呢 这个大家可以开始写了 黎巴难 这里讲的就是所谓的巴骨侠 好 什么是黎巴难巴骨侠呢 就是 接下来的寄送里面讲到的 黎笔三骨 就是 我堕三恶道 离地狱道 离二骨道 离二骨道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离地狱道 离二骨道呢 当然就是从 你们现在开始 听闻了佛法之后 你们知道了 诶 我在接下来 我往后的日子里 我往后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造作了什么样的事情 是会导致我 下一辈子 堕落到地狱道了 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是导致我下一辈子 会堕落到恶果道了 那你现在 经由 来听闻佛法之后 你懂了这个道理之后 你当然就要告诉自己 懂 在日常生活中 就要告诉自己 你不可以再去 造作这样的恶业 不可以再去 违反这样的过失 这就是 让自己怎么样 能够离地狱道 离二骨道 离二骨道 为什么说离 为什么说离八岸 是得闻正法的条件呢 大家想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是真的 堕落在地狱道了 你还有可能 可以听闻正法吗 你在地狱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地狱里面都是怎么样 寿 对不对 刀山油锅 大家有没有听过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生前啊 在人世间 很喜欢 说谎 欺骗人的 到了地狱里面 那个 地狱里面的夜叉 不用铁钩 把你的社会 整个勾出来 大家想想看 多痛疯了 是不是 听到了 地狱道里面 有这么惨 同一个这种 这种刑法 那现在就要 请听自己 我之后 日常生活中 我对人讲话 都要能够真实 我不可以说谎 欺骗人 可是呢 有的时候 我又不得不说 善意的谎言 怎么办 我如果 善意的谎言 也要是一种欺骗的话 那 那我这样不是还 继续在造业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问题 其实 我要告诉大家 善意的谎言 其实对是没问题的 诶 这里我讲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 他有一天 在一棵树下的板座 这时候呢 有一只兔子 很慌慌张张的 就躲进了 释迦牟尼佛的 枷沙里面 然后接着过了几分钟之后 有一个猎人 来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座前 猎人就问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啊 世尊啊 请问 您有没有看到 一只兔子 刚刚在这里出现啊 诶 这只兔子 明明就已经躲到 释迦牟尼佛的枷沙里面了 结果 大家猜佛陀怎么回答 没有 对 佛陀就回答令人 没有 那 听了这故事 你们说 佛陀 佛陀他说法骗人吗 他是为了救那只兔子 不要被猎人这样堵杀 这是保护生命 爱护生命的一种行为 所以 从这个故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善命的谎言 只要是对别人有帮助的 那当然 无妨 没问题 可是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是你自己 心存恶心恶怜 专门要 蒙碗骗人的 那当然 就是不行 好 好 好 所以呢 好 黎巴旦 首先要讲的是 要 我们自己 要能够 离地狱道 离恶独道 那要怎么能够做到 离地狱道 离恶独道呢 就是要靠我们 现在开始 从每个人 自己的 行为上 自己的内心上 开始来修起 然后自己呢 要能够天天发愿 因为我要天天 学佛 我要天天 要像佛一样 我不要 我发愿 我不要 每天 因为自己的恶业 我堵入到 地狱道 恶独道 你自己要能够天天 这样的发愿 藉由你自己内心 这样的操作 那当然 你的下一辈子 下下辈子 自然 就不会 多入地狱道 或多入恶独道 好 离离三福福 不生 常寿天 这里讲就是 不堕三恶道 也不求生 天境 刚刚讲的 离地狱道 离恶独道 那当然要离畜生道 大家想 畜生有可能 听闻佛法吗 当然不可能 狗啊 猫啊 是不是畜生 大家都知道吗 有听过 有听过一个例子吗 狗小孩 跟狗妈妈交配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 没有 可是 可是这个 在动物界里面很常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 他们不是我们人类 他们不会像 没有像人类有这样的 伦理道理的观念 这样大家了解吗 所以他们觉得 他们交配 这就是他们本身 这个生存上的一种 本人而已 这个只是他们的本人而已 所以他们 当然就不会有 伦理道理的这种认知 所以说 你 有一天不幸 墮入到出生高 你要 能够再听闻正法 能够再修学佛法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好 那再来就是 不声场受天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 在天界里面 种种的预论 为什么说 要能够听闻佛法 修学佛法 也要能够 自己要发愿 不求生 长寿天的天界呢 因为 第一个 天界里面的天神 天仙 他们的寿命比我们 能还要长 他们的寿命呢 百千年 千亿年都有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过去在做人的时候 他们的修行 他们的修为 而感到的 在天界这样寿命 这么长的 古报 好的古报 还有在天界 可以享受 天福 享受天乐 有这种古报 那你们想想看 这个这么快乐 这么好的环境之下 他有可能会想 再来听闻佛法 想再来继续 静静修行吗 不可能吗 今天 你想想看 你若是生在一个富豪人家 你的生活都过得这么美好 过得这么幸福美满 跟你说 来啦 来寺庙里面 来听经文法 来寺庙里面 来参加法会 来寺庙里面修行 来修功德 坦白来讲 这种富豪之力 不可能会难得 我生活就过得好好的 我这么家财万贯 生活幸福美满 我还来修行干嘛 我还来这么 修行过这么辛苦的日子干嘛 是不是 我在家里 每天叫二拉腿 享受我富豪之家的福报 就好啊 对不对 所以呢 用这样的理 用这样的理喻 要告诉你 要能够不生长颂天 好 再来呢 讲的佛事生中火 什么叫佛事生中火呢 就是第五个 要生活佛事 就是有佛出世 或者是即使没有佛出世在这个世间 但是呢 却是有佛法注释流传在这个世间的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就是佛法注释在这个世间 流传在这个世间的时代 好 第六个 要生中国 为什么要生中国 为什么要生中国 中国 中国 其实这 佛法这里讲的中国 不是中国 不是中国 不是喔 佛法这里讲的中国是什么呢 就是有佛 或者有出家身众弘扬佛法的地方 就是中国 如果都不具备这些 那就是有编地了 好 大家想看 在非洲 有佛法吗 没有 好 所以 好 这些句子讲下去 好 再来呢 还要根据离邪见 什么叫根据离邪见 就是 要能够六根巨竹 好 什么叫六根巨竹 就是身体 心理都健全 不要有肾脏 身体财脏 你今天如果 是一个盲人 你今天是一个老子 你还有办法 来听经文法吗 很难吗 当然不是说 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 非常难 因为你自己人生 身体的身障 身体的障碍 导致你 没办法像一般正常的人 能够 能够 很容易的 能够 这个 听闻佛法 好 一般的 就是要 明珠邪见 什么叫明珠邪见 就是 知见正确 不声外道行见家 不请颠倒行见 这就是 我们要能够得文正宝的条件 就是要能够 能够离正巴难 就是所谓的巴 巴无侠 那 离正巴难 那我们 要听闻佛法 从哪里听闻佛法呢 当然 就是你自己要发愿 要能够 事事 生生事事 得人生 为什么呢 接下来是给人介绍讲的 生死流传中 人生最难得 人生难得 生恶趣者多 生善趣者少 所以生恶到的多 生善到的少 人生难得 如盲规浮目 人生难得 就像在 无边无际的大海 有一只盲规 探出随便的时候 刚好把头 穿过一个漂浮的小洞 这就是说 一个 眼睛盲掉 盲的 一个乌龟呢 他眼睛看不到了 他有办法 在水中发挥他的本能 能够游泳 其实是很难 但是这个时候 在水面上 刚好 他头一伸出水面 刚好就在这个 浮在水面上 他就得救了 就不会溺死在水里 死在水里 这个盲规浮目 就是比喻我们 人生难得 我们人呢 人道 有三世 反而还胜过天界 有足天 这个是佛头在经典里面讲的 接下来导师在经典里面讲 亦犯行勤勇 三世胜足天 第一个 我们人呢 有意念圣 能意念过去 以及思考力 推理力 再第二个 我们人呢 有犯行圣 能不济功力 克己心事的道德精神 然后第三个 我们人呢 还具有了情勇圣 什么叫情勇圣 就是能忍忍耐 忍忍忍耐 精进勇猛 达到目的 如儒家所说的 智忍有三达等 这就是佛头 在经典里面讲的 忍有三世 胜过诸天 胜过天界上的天使 诸位天人 天先天神 是 所以 得人证 才是我们能够 真正的 听文证法 修学证法的 一个最好的条件 好 最后 勉力勤学 难得今已得 精勤修法行 末时入宝山 垂手探来回 这个介绍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 因缘非常难得 但是你已经得到了 难得的恩缘 你今天得遇到的 那你就应该怎么样呢 精勤修法行 有难得的因缘 可以让你在这里 听文佛法 修学佛法 那你就应当这样的 精勤修法 修行 末时入宝山 垂手探空灰 不要入了宝山 来到古原寺 这个宝山之后 八天过了 不凡的空手而回 好 文法修行的目的 这讲的就是我们 听闻佛法了之后 经过我们自己的思维 理解推理之后 你的出发心 你的动静力 什么叫出发心 就是我听闻佛法之后 我知道了 修行的方法 之后呢 我心里 第一个发起的这个心是什么 你的第一个动静是什么 你希望 你将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就是接下来讲 文法修发心 随今成差别 到 随众生的 每一个众生的根基不同 发心不同 就是因而有种种的差别而过 修行 修行 修心的当下 这十把戒头 看你要 看你自己的 自己心里的 最初的动静 你设定好 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 文法修发心 随今成差别 书发心 斗机 改得火热 下求真上身 现热后一热 这就是说 下品人 他听闻了佛法之后 他知道 我修行佛法 修学佛道 可以帮助我将来 可以得冷天福乐 所以我就努力的 来修行 我希望我将来 能够愿生人间 或愿生天上 以能天福的美目一样 这里讲的 就是下品人 他发的这种心 这种动机 叫做真上身心 这里有讲解 凡发持真上身心 等人 那纵然他修持了这个法门 他所修持了这个佛法的法门 是出世的法门 但是呢 因为他的发心是 他就是只想得到的 冷天福乐 他发的心就是这种真上身心 所以将来他得到的佛法 也不过只是冷天福乐 那发真上身心 但是你之后却造成造成恶行 业力强大 他当然必斗三恶道 中发出离心 涅槃解脱乐 中品人发出离心 这个就是什么呢 深文圣 圆绝圣 初离三戒 和涅槃解脱乐 什么叫深文圣 圆绝圣呢 很简单的来 让大家了解 看到自己的图片就知道了 就是所谓的 和涅槃 大家知不知道十八和涅槃 他们就是在佛法修行中 他们得到的境界就是 深文圣的 就是这些儒害 好 虽修大圣 圣法 但发出离心 充其量也不过正德 也充其量也不过正德小圣果 如发出离心而无修出离心 或是造作非法要求 他是业力甚或愿力 连人天善保也不可能的 好 再来 最上菩提心 卑至就近的 上品人发菩提心 他发菩提心 愿上求佛到下花重生 就是接下来这里讲的 菩萨为因 成佛为果 上成佛到下花重生 他在一开始入门 然后经过听闻佛法之后 他觉得佛法真的 他自己本身也感受 体会到了佛菩萨的这种 悲心广大 他也希望自己 能够像佛菩萨一样 所以他发的 他发的那第一个动机 就是菩提心 他希望自己 能够像佛菩萨一样 能够救度众生 所以呢 他当然就能够怎样 上成佛到下花重生 成就无上真理正确 有大悲大志 能得罪己就近的 大念含乐 这就是悲之就近的 发菩提心 愿上求佛到下花重生 接下来看他经过怎么样呢 要修六度行四色法 什么叫六度行呢 就是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那四色法是什么呢 好 四色法就是布施 就是爱与逆行同事 爱与就是 你跟人家都是讲 鼓励人家 帮助人家 希望人家好的话 这个叫做爱与 好 修六度行四色法 得到菩萨名位 我们用这些 我们用这四大菩萨的图片 来做代表 大志文 宿师利菩萨 官司利菩萨 利藏宝菩萨 独贤菩萨 独贤菩萨 好 然后 静静 具足了菩萨行 最后成佛 好 再来文法修行的目标 总说五圣 五圣 三圣 一圣就是大圣 五圣呢就是 人圣 天圣 身文圣 原觉圣 那三圣呢就是 身文圣 原觉圣 菩萨圣 那一圣呢就是 菩萨圣 因为 或者是佛圣 无德 好 就是用这样一个 塔的这个形状 一个基础 一个基础 这样一直往上修上去 这样的意思 好 再讲一下 五圣共法 就是所谓的 下世法 下世法 基础方面就是 你必须要 首先要具有 世间的正见 好 再来这行为方面 就是要有正命 好 那主要修持的法呢 就是三福行 布施持戒禅 禅定 好 那三圣共法 就是中世道 中世法 好 修 出世间禁破道 就是四地 古金灭道 圆起 就是十二圆起 那大圣共法 就是上世道 上世法 他必须要怎么样呢 三心相应 佩提心相应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接着呢 要修诱度 就是我刚刚讲的 然后再来就是四色堂 布施爱 下来必行同事 好 今天的课到这里 最后还是去年的融化 提醒大家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见面 这个大家都可以活用在各自的 每个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这是达赖达达的开始 关照你的思想 因为它会变成语言 关照你的语言 因为它会变成行为 关照你的行为 因为它会成为习惯 关照你的习惯 因为它会形成你的个性 关照你的个性 因为它会成为你的命运 而你的命运 就是你的人生 最简单的佛法修行 其实 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着手 最后 敬祝各位 有个不一样的暑假 欢乐发喜 向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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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课到这里 时间 delay很多了 反正大家说是抱歉 没办法 这个 讲这个佛法课 当然 就希望能够 让大家能够 完全的了解 而不是只是 这样子简单带 或者这样子 好 那接下我们再把时间 向我们活动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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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